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开展一个体温检测的工作 体温过高的话会进行一个检测排查 上个月机场现在是在每个入口都有做相关体温的检测 有卫生部门在那边做相应的一些指导 他们建议的话国内航班建议提前四个小时到达机场 他们会的回复就是接上级部门 然后有卫生行政部门在那边指导工作 除了机场铁路和公路方面 我们现在也是有在做发热的检测的 车站那边有那个热敏那个体温测量的 从那过直接就可以显示到 那这个会有医务人员 这个也是关系到这个安全的问题 也有可能会影响乘车 车站这边有这种医务人员 但是他那边要确诊的话 肯定还是要到医院去具体检查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观看